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今天占卜的内容呢 是关于你当下的一个人生课题 以及你需要去克服的一些 问题所在在哪里呢 面前呢还是有三组牌 这是第一组 这是第二组 这是第三组 请根据你的第一直觉或者感觉 甚至是对应到每一张直影牌哦 进行个选择吧 然后我们现在直接开始解牌咯 嗨 欢迎选择第一组的小伙伴们啊 那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当下的一个人生课题呢 就是如何去正确的处理好 跟周围人际关系的一个 这样一个协调性哦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很有可能 近期在对于一些 工作上面的合作关系也好 还是日常的一个人际交际中也好 都可能会较多的 去付出你们的一个能量哦 而且我看到可能你们这个付出的话 并不是你们很开心的 或者说很主动的去付出 而是说别人找你索取的 甚至来说你自己也会感觉到你很乏力 你很累 但是呢又不得不这样去做 那就有两种可能性了 要不然就是你周围的那些人 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呃 其实比起说需要你的帮助的话 更多的是可能习惯了你去帮助 这样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你们可能在对于一些人际关系里面吧 就是情不自禁的会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但是这种考虑的一个因素呢 又不是你们自己愿意的 就像是有一点付出型人格的那种感觉 你们会情不自禁的去想要去照顾好每个人的情绪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第一个会感觉到很累 第二个是有一点忽略了自己的一个感受 总之我感觉到你们现在好像是很苦恼于一些人际关系 因为其实在你们的周围是盘旋着很多人际关系网的 不论说你自己愿不愿意去交很多的朋友 或者说有很多的合作关系 但是呢你们周围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个人际关系网 需要你自己去理清楚 甚至来说需要你自己去打理 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对你们而言其实是很累的 不论说别人觉得你是一个交际花也好啊 还是说是一个比较自闭的人也好 Anyway 但是你们自己本身而言呢 是对于这种人际关系方面 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太愿意去的 其实你们自己内心的话 是更希望自己自由一点 或者说能够喘气一下 能够比较舒适的去进行一个人际关系 所以说这方面的一个矛盾呢 就是你们当下的一个人生课题所在 你要更多的去明白说 我们人生当中遇见的很多关系 并不是说一定要 我们去把每一段关系做的尽善尽美 不是的 有的人他是过客 他有可能只出现那么一两天两三天 或者说你只跟他有那么一点点时间的一个重合 之后的话你们的时间完全不会重合 对于这样的人而言的话 其实你只需要考虑到 跟他之间这样重合的一个时间点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因为你是一个人 你一个人身上不可能有很多很多力量的 你不可能去照顾好所有的人 包括说每一个人他们的一个想法 他们的一个思维方式都是不同的 你不可能用你一个人的力量去整合所有人的 这很累 而且对于你来说是完全没有太多的一个必要的 虽然可能别人对你的印象会变好 但是那又怎样呢 你们以后不会有更多的一个交际了 所以说你们这一组的话 还需要去更多的处理好 哪一些人是值得你去这样做的 哪一些人呢 又他只是一个过客 你只需要料理好你们当下该处理的事情 这件本身就可以了 你不用去为了他去想太多 比如说你们之间有一个需要去处理的合作的 或者说你们在日常情况下面 会要去交流的一些东西 你只需要去想你当下 你想要怎么做 或者说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想法是怎样的 你不需要去考虑说对方他会怎么想 对方会不会觉得不合适 或者说这样下去怎样怎样怎样 你不需要去更多的考虑到别人的一个想法 当然不是说这一点是错的 只是对于你们这一组而言的话 需要更多的去考虑到自己的一个感受 因为你即便去考虑到很多人的感受了 对的确能够考虑到别人也觉得你人很好 但是之后呢 你跟你自己的一个连接呢 是不是就有点断开了 很多情况下你自己其实要学会把你自己的一个想法给他表达出来 你不要想着说别人知道你的想法他会很为难啊 或者说你自己的想法会不会怎样怎样的 你不需要去想这么多 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活的 你要加强你与你自身的一个连接 而不是说在每个人面前你都是很完美的很好的 很善良很善解人意 但是你自己看待你自己而言呢 又不是那样一个形象 其实这就是有一点点付出型人格一点不好的地方 很多时候你都忘了去关怀你自己 你们这一组当下的一个能量就是这样哦 这里的所有的牌都是在告诉你 比如说这三张牌 三张天使卡 一张是进化脉轮 召唤大天使脉脉打场 召唤我运用神圣几何图形来进化并使你的脉轮敞开 包括说这里还有个拿回你的力量 大天使拉吉尔运用神所给予你所给予你的力量与信念 在你的生命中实现你的幸福 包括说这里还有一张就是 检视你的生命决心去改变或治疗任何不平衡的部分 其实你会发现 所有的在指向一个点 你要更多的去知道你内心深处的一个渴望 更多的去表达出来 虽然你会倾听 你会倾听每一个人的一个想法 每个意见 你可以去感知到每个人的情绪 但是你自己的呢 对不对 在很多时候 其实你需要把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表露出来 不要去压抑你自己的一个能量 不要去压抑你自己 不然到时候你会变得很不开心 有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 或者说感觉到自己好像 什么都没有 一无所有这种感觉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 你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你自己会觉得你自己很陌生 这一切都是因为这样子 你在很多情况下面可能会忽略你自己的一个感受 一方面来说 你们这一组很善良 善解人意 甚至来说是会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你在对于你自己的一个 自己自我关系的一个处理上面的 又就是很失调 知道吧 所以说你们这一组的话 当下的话 更多的真的是要去回顾到自身 比如说你可以去回顾一下 你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 你开始去想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的优点 你的缺点 你的特别 爱好 包括说你所喜欢的一个东西 你的想法本身 这些都可以去理清楚 并不是说这些是无用的 只是会让你更加了解你自己 优点与缺点你都可以去想一想 想的尽量的是细一点 就不要想着说善良啊 这种比较大一点的范围 你要去想一想你自己的性格是怎样的一个特征 更好地了解你自己 才能让你更好地改变自己 知道吗 而且你们这一组的话还需要去明白一个点就是 如果有人他来透支你的力量 一段关系里面可能需要你去付出态度 你不要把你付出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 不是的 任何一段关系他都是有来有往的 如果说一个人他拼命的压榨你 或者说在一段感情里面 他不付出一点点的东西 那对于你们而言 他就是一个小人 知道吗 你要清楚 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你们应该去付出的 没有什么的 没有这种关系的 没有的 所以说在你自己感觉到不平衡的时候 你就应该说出来 至少能够合理地表达出你的一个意见 而不要忽略自己的一个想法 这是你们当下最应该去处理的一个事情 以及最困扰你们的一个方面 我是这样看到的 所以说 真的是要让你们自己自由起来 因为所有的牌都在 给我感觉到你们是受到一种束缚 而且这种束缚都是关于一种关系上面的束缚 知道吗 所以说我希望你们能够达成你们自己内在的 真正的那份自由 就是真正的去跟自我达成一个连结 可能时间会久一点 但是你自己努力的话是一定会有成果的 好吗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也很感谢你们的收看 然后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 关注收藏 评论 好吗 然后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嗨 欢迎选择第二组的小伙伴们啊 那你们这一组的话 其实我感觉到近期的一个能量呢 是比较集中和固定的 你们可能比起跟很多人去交流啊 去玩耍啊 更多的会停留在某一个地方去学习和钻研某一件事情 又或者是说就那样呆着 这种感觉就是比较稳固的一个力量 所以说你们这一组如果近期想要去钻研某一个你爱好的领域啦 哪怕是说去研究一些某一样的东西啊 其实近期都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你有这样一份专注力 而且我感觉你们这一组近期的话 看待很多事物都是能够看得很透彻的 能够一针见鞋的看到很多东西 那而关于课题这边呢 就是可能需要你稍微的把你的能量外散一点 因为我们看到这里的三张天使神域卡 一张是展开你的翅膀 一张是资商师 一张是教育学 其实这三张牌都是反映了你们 其实就像是深埋地下的一个宝藏一样 对于很多人而言 你们都可以起到一个导师这样的一个作用 不论你现在身处哪样一个环境 因为你们自己其实内涵很丰富的 在看待很多事情上面 都有那种一针见鞋的那种能力 就是能够看得比较透彻 甚至来说比你周围的那些人都要 就是目光长远一点这种感觉 在很多情况下能够帮助到很多人 而你们在近期的话 就可以适当地去把你们这种能力 给它发散出去 在很多时候 其实你们可以去适当地表达出 你们自己的一个看法或者是想法 当然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因为你们这一组是那种 看得比较直白的那种类型 所以说很有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 或者是怎样怎样的 就可能说一件事情 说得过于直白 一针见血 可能很多人他就会受不了 或者说听不懂这种感觉 可能你们在什么交流方面呢 或者说语言的处理方面 需要你们下一点点的心 就是用一点点的心啊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受不了那种 太过于直白的 比如说别人找你问一个意见 你直接说怎样怎样的 可能他有点受不了 这种感觉 可能需要你稍微的委婉一点 这样的话 其实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人脉出现的 因为你们这一组说实话 给别人的感觉是有一点点那种高不可判的 甚至来说有一点高冷啊 不好接触这种感觉的 就是自身气场其实还蛮强的 这种性格的 所以说在很多时候吧 可能你需要去给别人发展出一种 虽然我看起来气场这么强大 但是我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 这种感觉 当然我也是 不是说要求你们一定要改变自身的一个性格 只是说这样的话 可能对于你们以后的一个人生道路 甚至来说你们当下的一个人生课题而言 是有着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因为对于你们而言 不是 我们直接讲到整个的社会生活嘛 毕竟我们是在社会上面生活 我们自己再优秀 或者说我们自己能处理再多的事情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 它毕竟是很小的 而且当下的一个交际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人生走向 其实有着比较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你在很多时候 其实是需要表现出来 你这样一个 怎么说呢 风格 或者说你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你需要展现出来 你需要让大家看到 而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当一个宝藏 别人也不知道 别人没有藏宝图 所以说它就会忽略掉你 这种就比较的那什么了 因为可能会因为这个错过掉一些机会 知道吗 所以说对于你们而言的话 怎样去扩散自己的一个人脉圈子 是你们自己需要去处理的 当然你们这一组是不需要特地的去找什么新朋友的 只需要是平时在与人的一个交流里面 稍微的委婉一点点 就稍微的委婉一点点 别人就会被你的人格魅力征服 知道吧 因为你们这种真的是很聪明的那种类型 就是可能有点毒舌 就是可能有点毒舌 然后看待事物的话有一点点那种 怎么说呢 就像刀子一样 就一针见血那种感觉 可能会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这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问题 所以说稍微改变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 你们这一组在看到生活里面出现的机会和机遇的时候 不要太佛系 或者说不要就是那种 算我不跟他们争 不要有这种想法 因为近期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机会的 对于你们自己而言是很重要的那种机会 能抓住就抓住 因为你们这一组真的是感觉有一点点 跳投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吗 这种感觉 就继续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我感觉到有一部分人应该是对宗教方面 对神秘学方面是有一点研究的吧 所以说感觉到 就圣光普照吧 那种感觉 对于这种有一点点的那种 不是很积极啊 那种感觉 但是我需要告诉你们 近期的话 至少来说近一个月吧 出现了任何机会都要去抓住 包括说什么比赛啊这些 尽量都去抓一下 因为你们自己而言其实是有很多能力的 包括说在近期出现的那种考试啊 什么什么的都是可以拿下的 你需要去把你自己打出去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 自己这个招牌打出去 不是说为了要得到多少的一个赞扬啊 什么欣赏啊 只是说这样会为你自己的一个 以后的一个生活啊 包括说人脉圈的一个扩大 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当然 你们这一组一定会有些人觉得说 这也不重要 但是这真的很重要 知道吗 因为你们这一组是真的有可能会通过 谈话呀交流啊 包括说你自己个人的魅力 吸引过来一大批人的 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成为你的粉丝 当然这个粉丝跟饭圈的那种粉丝不一样 就是说 怎么说呢 会成为他们某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导师 这种感觉的 他们会很信任你 甚至来说 在很多情况下面都能够帮助到你 这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就是你能够为你自己寻觅来一大批的贵人 知道吗 很重要的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重要的话 那还是按照你目前的一个路子走下去 那是没问题的 近期的话 如果说你想要去学习 看书 包括说去料理自己的生活 享受当下 都是非常合适的 近期的话 休息就行 如果说你不想去改变的话 就休息就行 近期的话是挺好的 整体来说挺好的 只是还是那个建议啊 稍微的扩大一下人脉圈 对你而言是真的 有利而无害 知道吗 就讲话的时候啊 或者说尽量的去参加一些什么团体的活动啊 就挺好的 会有很多贵人出现的 我不骗你们 你们这组真的是宝藏 但是不是很多人知道 所以说就感觉很亏啊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尽量的多让别人看到你 对 那如果说你们这一组有想要 近期如果说有想要做什么自媒体 或者说写什么小说什么的吧 近期也是很合适的 因为你们这一组说白了 就是有那种能够吸引人的那种能力 就是有能够吸引到别人目光的那种能力 这个东西很玄的 我跟你讲 不是说很多人都有这个能力的 有一部分人 他不论怎样的写东西 就不会让别人看到 或者说不会让别人产生共鸣 但是你们这一组可以 如果说有想要去做什么自媒体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都是很合适的 因为能够吸引到别人来 知道吗 然后整体的一个 当前的一个能量捕捉就是这些了 关于你自己的课题方面呢 还是按照你自己的一个想法去处理 好吗 然后整体而言的一个信息就到这里啦 很感谢你们的收看 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评论 好吗 然后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嗨 欢迎选择第三组的小欧巴米啊 那你们这一组的话 可能首先要说一下 你们自己固有的一个性格方面吧 就是说你们可能给别人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或者说是一个就是很水的人 有那种阴性的一个能量 不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哦 就很容易让人觉得说 跟你相处起来很舒服 很舒适 感觉你这个人吧 很好相处这种感觉 但是其实你们的话 需要克服的一个东西 不是说你们性格本身 而是说你们在遇到一些事情啊 包括说一个比较让你接受不了的事情 或者说被一段感情什么伤害了之后呢 你会下意识的去进行一个回避 就是去武装你自己啊 把你自己装的跟没事人一样 但是其实你心里面是在乎这件事情的 然后到了晚上 或者说你自己能量虚弱的时候吧 这些种种就会跑出来 然后疯狂的损伤你自己的一个能量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很痛苦 而就是感觉到一直是这样 无尽的一个循环模式哦 我是感觉到你们这一组好像没办法去 很好的处理好自己的一个 就是感知方面的一个吧 就是情绪方面的一个 因为感觉到有一点敏感 说实话 而且容易产生一个波动哦 这种感觉 当然这种的话 你想要去把它克服好 或者说你去正确的处理这个课题的话 它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处理好的事情 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说真的想要去处理好 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话 需要做到的第一点 直视自己的一个感情认知 或者说当前的一个处境 因为在很多时候吧 我们受到的伤害 不论是来自于一段感情本身 爱情信心有情 又或者是说一个事物本身 你首先要去看到 错的那一方 是你还是他 或者说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不是 外力影响的 如果说有些东西它是不可控的话 那你自己其实得去要告诉自己 一切都有自己的路程要走 包括说你遇见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是有因果的 都是为了让你成长 为了让你去成为更好的一个自己的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磨难这种 你既然经历了 它就不可能是说打水漂一样 呼的一下就过去了 在你以后遇到相同的一个事物的时候的话 你会有更好的一个能量 或者说更好的一个准备 去克服这些东西 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可控的 责任在你的话 首先第一点一定要去补救 你要想到怎样去 把这样一个比较不好一点的结果 怎样的去把它变得能够让你自己能够接受一点 要行动起来 你不要想着说 是不是没用啊 或者是说别人会不会接受啊 怎样怎样的 首先你自己行动的话 并不是为了说别人怎样怎样的 你首先要过去你自己这一关 你要让你自己能够肯定你自己 在这个事后做出的一些行为和努力 如果说你自己都没有去做的话 相信我 到时候你自己备受折磨的 并不一定是外人了 一定是你自己 因为你们这一组真的是那种 怎么说呢 还挺有正义感的 说实话 就是你们自己对于一种正确与错误 其实是有一个借 借就是那种什么标准的 有这种标准的 你如果不去行动的话 在以后你回想起来这件事情 或者说在你自己能量比较弱的时候 这种事情它出来 以前经历过的 你一定批判的是你自己 这是一点 你一定要补救 即便已经来不及了 你就要想着说 怎样的去把牵扯到这件事情的这些人物 或者是说 那些怎样怎样的事情啊 后果啊什么的 自己能够去补救的 或者说能够让你自己减轻一点点这种负罪感的 去行动 一定要去行动 不能不行动 因为你们一定会责怪自己 说实话 然后第二点就是 如果说你行动了 你也去行动了 你也去补救了 但是这个结果不尽如人意 或者说对方不原谅你 或者说怎样怎样怎样的 你就一定要看破一点 第一点你已经行动了 第二点你要把它当作是你人生当中 应该经历的一个试炼 因为这件事情它已经过去了 不论是感情也好啊 还是发生过的什么事情也好啊 它已经过去了 你再去苦恼 归根结底那是没有用的 你只需要去想着说 怎样在以后遇到相同的事情 怎样去规避它 或者说避免你犯相同的一个错误 甚至把这件事情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人生当中 所要让你学会课题 这样一个世界 你要从里面得到成长 而不是说自己被困在里面 反复的去想这件事情 你做错了怎样怎样的 没有让用的 因为没有时光机这个东西 我们再懊悔 时光不可能重来 我们只会在以前的事情上面浪费时间 你再去想再多 没有用的 它已经过去了 而且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 让你成长 就让你长经验值的这样一个东西 好吗 不要被以前的东西所束缚住 你们这一组啊 也不要在回忆里面去感觉到愧疚啊 什么样的 因为已经过去了 没办法的 你再懊悔怎样 折磨的只有你自己 浪费的只有你当下的一个时间 好吗 那如果说 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 什么什么 本身 问题不在于你 在于别人 那你自己其实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不需要去想命运怎样怎样怎样 或者说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怎样怎样怎样 就像我说的 既然他已经发生了 如果说这件事情对于你而言有很大的一个挫败感 或者说你感觉到说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首先找一下问题的源头在哪里 源头在他 那只能说 一切自有安排 风水轮流转 你知道吗 你相信吗 就是一个人他在你身上 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他必然会有另外一个人来收拾他的 可能听着有点喧啊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说他真的来伤害了你 你自己在过程中没有做错什么的话 那他必然是脑子 不能说那方面的东西 就是他必然是有点问题的 作风方面 那他以后 在处理相同的事情方面 不可能说他一生当中遇到的人 都是很善良的这种类型的 知道吧 会有人来收拾他的 所以说你在对于这方面上面 你就不要去责怪你自己 或者说责怪命运本身 因为都没有错 错的人是他 知道吧 所以说他会受到报应的 这是第一点 但如果说这件事情 你们双方都没有错 错的只是时间 时机 或者说命运本身 那你也不需要去责怪很多东西啊 也不需要去想你自己 到底怎样怎样的 不需要想这方面的 因为这些是你们俩 原则上来说 根本不可控的东西 因为有些巧合吧 或者说有些什么 什么际遇的安排啊 他就是那样的 没办法的 那也可以归控于一个 不可控的一个东西上面 所以说其实你们这一组吧 讲道理就是太容易去在乎一些东西了 对于你们而言 其实你们这一组很重感情的 说实话 就我看到的 不论是爱情 亲情 友情 你们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 那是真的是 就很想要去做好它 想做好你自己该做的 但是有的时候吧 有些东西它就是 你努力没用的 说实话 有的东西并不是说你努力就有用的 不是这样的 对于你们这些人的话 有一句话是真的很适合你们的 就是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其实你们自己能够消化好这些东西的 只是说需要时间 不过我个人还是更希望 就是你们能够真正的放下一些东西 能够让你们不要那么累一点 就是你们这一组 我感觉到心理上是负担很重的 不论说别人看着你到底怎样怎样的 就是你们会负担很多东西 而且感觉到你们这一组很容易有负罪感的 说实话 我是这样感觉到的 说白了 还是你们这一组太有共情了 太容易有共情了 在对于一些事情上面 你就是容易去同情人啊 怎样怎样怎样的 这不是缺点 相反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格 但是有时候过度了吧 你自己就会给你自己造成很大的一个苦恼 这是你们需要去处理的 该放下该放下的东西 眼睛朝前看 有的事情吧 你已经做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行动啊 包括说怎样的一个补救措施 那就已经过去了 未来永远在前面 如果说一直沉迷在以往的一个回忆里面呢 以往的一个经历里面呢 对你们而言其实并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因为你们这一组真的是太善良了 感觉 知道吧 所以说向前看 不要去想太多了 真的不要让自己想太多 你们这一组 越想 越想就越不太好 这样子 然后合理的时候的话 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情绪给它宣泄出来 就是说去发泄一下呀 跑一下步啊 怎样的 大吃一顿啊 怎样怎样的 发泄出来 知道吗 你们心里面背负的东西太重了 所以说要开始卸下你们的担子了 知道吗 好吗 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尽早的卸下属于你们自己心中的那份大石头吧 好吧 然后整体的一个解读就到这里啦 感谢你们的收看 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评论哦 好吗 然后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